哈喽二年级的小学主,你们好,我是吴老师 今天我要叫二年级华文第十四单元环保大家做 我们来看一下华语课本第九十三页 一,垃圾山消失了 新城里有座垃圾山 路过的人见到垃圾山都躲得远远的 还大骂道,好脏的山,好丑的山,好臭的山 垃圾山是怎样来呢?垃圾山是因为有很多大卡车 他们每天都把这个垃圾送去这个地方 所以久了,那些垃圾越来越多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垃圾山 那些路过的人呢,他们都嫌这个垃圾山 又脏又丑还有又臭 垃圾山很难过 但他有苦向谁塑呢? 大卡车每天都送垃圾来 弄得自己一身肮肮肮肮肮的 谁喜欢呢? 这个垃圾山他很难过 但是他也不喜欢身体肮肮肮 但是他也有苦自己 知没有人可以跟他疏苦 他也是很难过,很不开心 一连好几天,垃圾山都没看见大卡车送垃圾过来 垃圾山觉得很奇怪 请风伯伯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连好几天 那个垃圾山都没有看到那些大卡车送垃圾过来 就是没有人把这些垃圾送过去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他请谁呀?请风伯伯去看哦 风伯伯在星辰转了一圈 真奇怪,垃圾箱里都干干净净的 垃圾到哪儿去了? 风伯伯呢,他经过他转了这个星辰一圈呢 转了一圈,然后他就觉得 咦,做什么呢?他们那边的垃圾箱全部都干干净净 那些垃圾到底去了哪里? 原来人们把不要的铁片、玻璃、纸张等都送到工厂加工 新陈的垃圾都变成有价值的宝物啦 垃圾山很伤心 其他垃圾都变成有用的东西了 人们怎么把我忘了呢? 原来这些人啊,他们把不要的铁片 那些铁片、玻璃的东西、纸张等 还有很多可以回收的东西 他们都拿去工厂那边加工 所以星辰的垃圾就少了 全部变成有价值的宝物了 就是可以利用的东西都已经拿去工厂加工了 但是这个垃圾山很伤心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 人们把它忘记了 因为他那边还有很多垃圾哦 不久许多卡车开到垃圾山 把垃圾送到工厂 垃圾反而变成了对人们有用的宝物 垃圾山消失了 星辰变得更美了 原来人们没有把这个垃圾山忘掉哦 他们最后把这个卡车送了很多卡车过去 把那些垃圾栽到工厂 最后这个垃圾山也没有了 变得干净了 已经整个城市也会变美了 好我们来读一下这里的 那ję奥 知肮脏 肮脏 肮脏 明昭 骋 鳌 起渊圈 转转了一圈 西洋箱箱子的箱 一圆圆原来的圆 特业铁铁片 波波波 利益离玻璃 吃昂长工厂的长 置于值价值的值 不然反反 反而反 好我们来看二 加油环保大使 环保大使就是说那个人 他有好的行为 时常环保 环保是拾起垃圾的动作 环保是关紧水龙头的行为 环保是随身带着手帕的习惯 环保是从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 奶奶是我们家的环保大使 她很少谈环保的大道理 她用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叫环保 环保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环境的清洁 水手 捡起地上的垃圾 或者是 节省用水 灌紧水龙头 或者是我们可以 时常戴手帕 减少用纸巾 就是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那么呢 这个文章讲到奶奶 就是我们家的环保大使 她怎样环保呢 她很少跟我们这些子孙 谈环保的大道理 她是以行动来告诉 他们怎样才是环保 奶奶珍惜纸张 用了一面的纸 也就用空白的一面 来记事或练习书法 两面都用了的纸 她就收集起来 送到回寿中心 奶奶呢 她怎样珍惜纸张呢 她就是要把那纸张的两页都要用到哦 她拿来记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练习书法 当这两张纸两页都用完了 她就会收起来 然后再拿去循环 奶奶节约用水 她用洗米水浇花 用洗衣服的水洗刷厕所 她说别浪费水 多少人没水用啊 奶奶第二 她节省用水 她用洗米水来浇花 洗了米的那些水啊 用洗衣服的那个水呢 洗刷厕所的地上啊 拿来冲厕所这些 所以她说不要浪费 很多人没有水用 奶奶的环保行动 影响着每个子孙 就是影响着他们后代的子孙 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家都会成为环保大师 所以我们应该要向奶奶学习这些环保节省的好榜样 爱护地球也是人人有责的 好来 喝完还 拨熬宝 环保 破阿怕 手怕的怕 隔腕罐 习惯的罐 鸡烟剑 一剑两剑的剑 试一试 大试 知恩真 稀稀 珍稀 和我或 或者的或 乐焰练 练习的练 一约约 约定 约会 试窝说 试哇刷 刷牙的刷 试试肺肺 浪费的肺牙 试温孙 子孙的孙 好